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保护犀牛 保育人员可说是非进行时 但目前为止 除了由保育人员进行侵略 还有的就是把毒药加入犀牛脚中 但不会影响犀牛健康 甚至把脚染成粉红色 让买家因恐惧而不再购买 但你知道吗 这还是很难阻止的 盗猎者集团一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动物园也不再是很多人以为动物能安居的地方 既然盗猎者要的是脚 那事先以安全的方式把犀牛脚切掉 犀牛不就安全了吗 没有错 的确真的是这样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犀牛脚 这头犀牛被盗猎者残忍杀害 头部和颈部分别中担 为了找到犯罪证据 并抓住凶手 动物保护组织 不得不将犀牛切开 寻找子弹 更让人愤怒的是 平均每年有300多头犀牛被残忍杀害 并且残忍的割去了犀牛脚 虽然现在的安保工作已经很好 但这贵如黄金的犀牛脚还是会 吸引不少盗猎者 每次他们都会偷偷潜入 利用随身携带的墙鞋 残忍杀害犀牛 很多犀牛甚至被割掉了整个面部 这让犀牛下半辈子 活得痛不欲生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大家伙 动物保护组织 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 这是南非的一个国家公园 一架直升机正翱翔在天空 一名男子手拿狙击枪 他的目标正是在草地上奔跑的犀牛 男子瞄准目标 迅速扣动扳机 一枚麻醉针被注射到犀牛身上 同时男子在手表上计算好犀牛倒地的时间 由于犀牛的体型庞大 麻药并不能马上将它放倒 它独自奔跑了很远才停下了脚步 随后犀牛便蒙上了双眼 此时的麻药还没有失效 犀牛已经可以站立起来 但由于便蒙住了眼睛 犀牛只能被牵着走 其实这些都是保护组织人员做的 他们之所以麻醉这头犀牛 是准备用电锯直接切割掉犀牛的牛脚 这样道理者就没有了可乘之急 这样的办法也是无奈之举 其实切割掉犀牛的脚 就像人类剪指甲一样 犀牛也并不会感受到疼痛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犀牛脚已经被成功切除 割脚之后就是要做好消毒工作 让犀牛健康活下去 这步骤是盗猎分子不会做的事情 最后这犀牛也被重新放回了大草原 犀牛看上去非常失落 但这也是无奈之举 除此之外 保护人员也会在犀牛脚上撞个孔洞 再放入一个小型的追踪器 这样不但可以随时监测到犀牛 同时一旦犀牛脚被盗猎者切割 可以马上找到这些犯罪团伙 现在有好几个国家都已经在用割牛脚的办法来保护犀牛了 根据津巴部位的统计 这能让盗猎率降低29% 看来虽然犀牛受了罪 但还是为它好啊 鹿龙 对于熊鹿而言 头上的鹿脚是管中药 是他们搏斗以及求爱的重要工具 而刚长出的右脚是地松软 带有绒毛 并且血管丰富 在这个时期 鹿脚被称为鹿龙 当鹿龙生长到了一定年龄后 会逐渐蛊化变硬 称为鹿脚 鹿脚完全腐化后 也就意味着 秋偶大会正式拉开序幕了 熊鹿为了获取磁性的方形 熊鹿披尺之间 会用锋利的鹿脚大大出手 唯有圣折才能获得繁衍后代的权利 但你知道吗 熊鹿头上的大脚 也会给熊鹿带来巨大的负担 就比如说 双方鹿脚会相互纠缠 对方死亡后 幸存的一方 必须通过大力甩动的方式甩开 但是 也有甩不开的时候 熊鹿头上的脚 生长到一定连头都会脚自滑 就像是人的手指甲一样 即使割掉也不会感觉到疼 甚至有的鹿脚长得太长 还会自己脱落 但是指甲掉下来的鹿脚 人类可不满足 人真正喜欢的 是松嘟嘟的鹿龙 鹿龙还没来的鸡脚之花 就跟软骨差不多 但比软骨还有Q弹 里面还布满了血管 这东西可对男人来说 是大补 但凡跟肾脏变得补品 里面都有它的身影 剧本《草纲目》记载 鹿龙 补肾 壮阳 肾经 医学 说白的就是补肾 你身体太虚了 一看见就是食欲补佳 连看见都瘦了 也因此 在鹿还是小baby的时候 人类就会用麻醉针 向熊鹿击倒 再用炸袋炸出鹿胶根部 以防血剑当场 接下来就是切割鹿龙的时间了 在平滑的切下鹿龙后 师傅们还会用云南百药 或者草木灰给鹿脂血 在等多一至两年后 鹿脚就重新长出来了 独角精 在北方的极寒之地 生活着一种头上 长着长脚的海洋巨兽 独角精 成年独角精 体长约四至五米 严格来说 独角精头上的脚 应该是长牙才对 它是独角精的左侧的犬齿 在生长过程中 从注意力跑出来了 这点跟大象头上的象牙是类似的 象牙一样 独角精的脚 终身都在不断生长 年龄越大的独角精 长脚越长 然而独角精的长脚 并不是它的攻击武器 对它来说 这长脚是比较菜籍的 这个脚其实只是它的感觉器官 研究表明 独角精的长脚上 布满了神经细胞 可以用来感知海水中的诸多信息 比如海水的沿度、温度等等 也可以用来和同伴交流感情 然而在16世纪的时候 独角精的脚受到当时欧洲贵族的嘴炮 英国女王伊丽莎派伊士 就曾经收到过一份礼物 她非常喜爱这个礼物 命令宫廷里的工匠 将其做成的权杖 这根权杖象征着大英帝国的无上国尾 这个礼物就是独角精的脚 据说在当时的欧洲 一根平向好的独角精脚 能够卖到一万英镑 这么多的钱 在当时能够买下一座城堡 不过对于独角精来说 最恐怖的猎手是来自 北极圈附近生活着的英纽特人 由于他们远离工业文明以补育为生 英纽特人非常喜欢捕猎独角精 但他们对独角精的脚不感兴趣 主要是吃肉 他们主要吃独角精的内脏和鱼皮 独角精的霹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是上等的补品 最后会把独角精的脚当成战利品 大象的脚 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之一 全身重量由他们的脚支撑 大象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大部分时间都在走动 因为光着脚走路 难免会踩到一些东西 比如钉子大刺之类的 扎在脚下拔不出来 容易形成浓肿 如果感染就会通过脚步 穿过疾病 威胁大象的生命安全 所以大象也像人类一样要剪指甲 我们一般是用指甲牵 但这对于大象来说 简直是脑痒痒 根本剪不动 其实给大象修脚 一般用的道具和搓刀 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指甲牵 看看师傅是怎么给大象修脚的 首先要处理一下指甲 把长的指甲切割下来 然后使用搓刀塑造指甲 为了保证大象的指甲安全 还会在指甲上涂一点护发素 防止它们变干 修完指甲后 还要修脚底 需要用搓刀不停摩擦大象脚底 把脚上拧有的泥土和杂质磨下来 就像削土豆一样 直到脚底变成白色 脚底是大象的敏感部位 最好是旁边有一个人 为大象分散大象的注意 这样就不用担心大象乱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